哈喽大家好 我是秋实 咱们今天视频的关键词叫中国难民 没错这个词又是我编的 最近几年大家特别喜欢嘲笑欧洲人 因为欧洲接纳了很多外国难民 导致自己的国家是又脏又乱 人们骂他们是白左是圣母表 你看中国多好不接受难民 而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移民正在涌向世界各地 一波一波的移民潮 最近我身边的这些同事啊客户啊 在琢磨研究办理移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于是很多人调侃中国人说 这人到了有钱有闲的富裕阶层以后 就应该是搞一搞艺术 搞一搞科研 搞一搞探险 搞一搞慈善 唯独中国的富豪们都在搞一搞怎么跑路 可是当我真的和这些办理移民的人 在深入交流以后 我发现他们其实很多人内心是颇为悲凉 因为中国人的故土情节很重 不到万不得已 没有多少人真的愿意背井离乡 几十岁的人了 还得去适应新环境 学习新语言 去交新朋友 你说闹心不闹心吧 这些人有很多 都是出于恐惧或者焦虑 自己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 食品安全 还有孩子的思想 教育安全 而被迫远渡重洋 飘洋过海 去一个新的地方 这还不叫难民吗 从香港回来以后呢 有很多人劝我 说秋实你赶紧移民吧 就你这个性格不适合生活在国内 我都给他们拒绝了 还有人信誓旦旦的说 秋实就你现在这情况 我给你申请政治避难 妥妥的 也有那个移民公司找我 说可以给你申请什么 优秀人才引进 把你办出去 我免费给你办 把你办出去以后 你这个名气 我可以拿你打广告 这些我也拒绝了 我现在的微信的签名 就叫陈秋实 括号不移民 这就是我的选择 我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 这个国家的热爱 有的时候是让别人难以理解的 为什么呢 往大了说 咱们从小总听一句话 叫祖国培养了你 我真的认为祖国培养了我 举个例子 我上大学的时候 学费一年就四千多块钱 住宿费一年就六百多块钱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制度 如果我们实施的是美国那种教育制度 那种收费标准 我这种普通家庭是上不起大学的 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它的好处 它的甜头 我是尝到了的 好不容易学了点本事 有了点能耐了 然后祖国也需要你建设的时候 你跑了 这算怎么回事吗 当然也有人说 秋实 你这么爱说话的人 你应该去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 你录视频之类的 也少了那么多的限制 也少了那么多危险 我说不是这样 就是因为中国的言论还不自由 所以我才需要留在这 来帮助我的同胞们获得更多的自由 而不是去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大放厥词 唯有在安全的时候才勇敢 唯有在有利益的时候才向前 这是我最鄙视的那种状态 当然我这种人也经常被骂 小粉红特别喜欢骂我们 说你们这种人天天指出社会阴暗面 你们天天对国家不满意 你们滚啊 你们移民啊 谁拦着你了 恰恰是因为你们这种人的存在 所以更加坚定了我不移民的决心 因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绝对不会把自己心爱的祖国 这美好的河山 让给你们这群臭傻逼 其实不管是移民的还是不移民的人 我都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我尊重每个人向往美好生活的那种自由 但是我认为 至少有一种人是不应该移民的 那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 因为这九千多万人是曾经面对先红的党旗 高举右拳 庄严宣誓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永不退党 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什么叫奋斗终身 就是奋斗到死 尤其啊 你看咱们现在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就是一个人如果越级违法上访的话 那么他的直系血亲 他的子女妻儿 在找工作 在什么参加公务员考试 包括什么那个入党啊 入伍等等很多事情上都会被限制 都会受牵连 既然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祸及妻儿的社会制度 那么党员的恩泽 是不是也应该普惠到他的这个子女和直系血亲当中 所以党员和他们的直系血亲 是不是都不应该移民呢 在这里啊 我也管不了别人 我也代表不了任何人 我只代表我自己 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 一个普通的中国纳税人 在这里我真诚的 向九千万中国共产党员发出呼吁和号召 请跟我一起庄严宣誓郑重承诺 此生坚决不移民 我们生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鬼 火化以后把骨灰撒进中国的江河 用自己的一切来滋养这片土地 你们愿意吗